2017年的时候,咱们兵马俑博物馆运走了十余尊兵马俑 去到了美国的费城福兰克林博物馆,当时去外出展览 其中就有一组像这样的骑兵来马俑的组合 但是在当时展览的时候,那是2017年的12月21号这一天 这个主人公叫做麦克尔·罗哈纳,美国的年轻小伙子 他当时跟朋友喝醋了酒之后,一个人呢,偷偷地溜进了博物馆 更可笑的一点是,当时他怎么溜进来了呢 因为当时的博物馆,保安网所大门了 溜进来之后,对着这个骑兵开始疯狂地自拍摸他们 很多人会后悉,为什么能够摸到他们 咱们现在都触摸不到呀,对不对 因为要告诉大家,当时美国怎么展览咱们这尊冰棒的呢 采用的方式两个字,我展 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仅仅只有一根警戒线围在其中 麦克尔·罗哈纳在当年没有运用任何的高科技手段 轻而易举地就溜进了博物馆 并且拍完照之后,他还伸手掰掉了冰棒的一根大拇指 穿进了兜里面,带回家了 这个事出来之后,当时立马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是咱们中国网友的愤怒 大家都在想凭什么呀,他把我们的国宝都破坏成这样了 随意地去背到人家的大拇指 但是很可惜,因为这个事当时在美国 而且咱们当年把这个冰棒运走的时候 每个冰棒的保价价值450万美元 但是这个事迟迟一年都没有开庭审判 直到第二年的时候,开庭以后更可笑 美国的法律制度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他们叫做陪审团制度,大家有听过吗 啥意思 他们在开庭的时候需要找一些陪审团 陪审团的成员有来自于当地各地的各行队的从业人员 可能有律师,可能有一些无业游民 可能有一些金融从业者等等 12名陪审员当中竟然出现了7位 他们说麦克罗哈纳应该被无罪释放 当时法官也采纳了这个意见 最终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出来以后 被我们大跌眼镜 罗哈纳是当即被无罪释放 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罚 直到今天为止 这个事一直都没有给冰棒博物馆一个交代 前两天还上了热搜 但是一直还没有解决 17年到现在都已经五十年了吧 对不对 但是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给大家讲这样一件事呢 其实不是说想激起大家的一个愤怒之情 而是想要告诉大家一点就是 在这个若有强势的世界当中 谁的导弹射成更远 谁就站在了真理的一边 任何的人意道德在强者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 不要说是公平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但是大家也不用去灰心 为什么呢 2000多年前我们的前人 他们曾经屹立在世界之巅 但是2000多年后的今天 到了我们看到这些兵马友之后 我们会发现 只要我们中国人想 只要我们赶 迟早有一天 我们也一定会再一次做到像这样 2000多年前这些情人一样 屹立在世界之巅的 所以说这是给大家的一份恐怖 这也是我们看的冰棒的一个意义 你要是活在秦朝的话 你想做哪一部分人 你假如说秦朝一般的老百姓 当时秦朝是欧语者气势 就是他非常怕你造反 你两个人在这个欧语 就是两个人在街上说悄悄话 就可以把你给杀头的 还有行人侧目 什么叫做侧目啊 就是互相看看不敢说话的 在路上 这个当时是很厉害 或者你愿意做那个被坑的儒 读书人 还是你愿意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斯 宰相 最后被腰斩 这个 你愿意做秦始皇 秦始皇自己连死了都不敢发伤 后来尸首都臭了 就是说 你觉得在那个时候非常幸福 那是你想象中的 还有当时这个 你看那个兵马雍 兵马雍里头另外还有一个坑 是没有挖的 为什么 里头全是白骨 就是说 这些非常了不起的工匠 那个做得非常精致 这个兵马雍 据说连那个 射箭的这个角度都是非常对的 但是这些工匠和工程师 做完了之后 都被活埋了 怕他们出去泄密啊 所以你要生 你愿意生在秦朝 你是想象你伟大的不得了 但是你生在秦朝 你要做哪一部分人 我现在不是说从历史的角度讲秦朝到底有多 在历史上有没有建树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秦朝是特别短的 所以这个也是挨骂最多的 因为特别长的就有很多人为他歌颂了 是吧 这个不去说他 但是我们常常中国人很容易想象 我们过去多伟大 你就先得想想 你要做哪一部分人 为了 感谢观看